到這裏 我就不準備作太詳細回應了 因為剩下是5分鐘 大家同意 裁決給我 但現在還沒收到 因為這個裁決會影響我們的投票意向 如果這個裁決是我不滿意 錯誤的話 講簡單秘書的意見就是說 因為上次案件叫37A 所以處理我們不是直接有關 當時我們沒有作處理 是這麼簡單 現在我只剩下5分鐘 如果大家同意的 現在就可以表決 記名已經過了15分鐘 有沒有效 響完鐘之後 現在夠5分鐘的時候 我們可以有效 主席不夠 過了15分鐘了 過了15分鐘是違反議事規則的 夠不夠 現在秘書處看時鐘可能不一定足夠的時間 如果這樣的話 我簡單回答一下之後就安排怎樣處理 現在大家已經討論了 我們在這裡 剛才陳偉業議員已經作了一個總結 我很簡單的回應就是說 所有今次所討論的意見都相當之 可以說都很針對這個叫做利益鬆突 本人就只是作一個很簡短的和大家交代 由於這個本身的參與今次的討論 涉及到的就是叫做利益鬆突問題 可以根據議事規則 剛才大家都關注的就是83A和84 本人一直都是和大家各位一樣 都是作為議員都有做妥的 第二呢 如果我們繼續使用這個叫做利益衝突 來作為每一位主席 在任何的項目都可能會遇到的情況 本人堅持就是如果按照83A和84處理了之後 如果主席是有這樣的自己需要 作為將那個主持交給 根據13條交給第二位 是應該可以這樣做的 我現在亦都說 為何我提議是我們拿出來討論 而且作最後決定交給委員會 亦都是按照議事規則來處理的 我的回應是不希望以後的主席 很容易產生一個連貫性的情況 就是說類似就變成了一個案例 這件事是我本人的一個 你說的苦心也好 我也很感謝剛才有很多委員勸的 這件事如果能夠寬一點看 我們盡量可以避免的話 我們盡量避免 由於時間的關係 剛才秘書處提醒我 就可以交在下一次一開會的時候 我們作為今天已經討論完了 下一次的續會的時候 就作為再表決 多謝大家 一會兒開大會了